接下来带您关心地方乡镇公所的建设议题 封冰箱公所全面整顿 老旧的传统市场今天正是落成启用了 而不过从中央到地方机关首长都出席庆贺 县长许正位更是在百忙当中抽空前来 而对于建筑空间设施焕然一新 同时也增设了阿美族酿酒文化推广中心来高度肯定 并且表示今年度推动慢精品花莲旅游 部落文化产业更是缺义不可 从中央的经济部 圆明会到地方的花莲县长徐中卫 封冰箱长江丽婷等贵宾 一次排开共同拉下红布条 封冰公有市场 具酒娘文化推广中心正式启用营运 酿酒比赞大 若冰不一样 很多的市场自治会的一些朋友 来到花莲来观摩学习 那观摩学习为什么呢 因为花莲的这个市场像我们这个封冰市场 最特别的是它保有在地的这个特色 你到这个城市里头的这个市场去 每一个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自己的特色 波密乡公所在经济部将近六百多万元的经费 溢住之下 重新整顿修缮老旧的公有市场 简约风格开放式的环境空间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乡长江丽婷除了感谢经济部 圆明会还有县政府的支持协助 江丽婷也强调 未来传统市场会将多元化的经营管理 百忙当中 抽空前来庆贺的县长徐正卫 对整建后的市场建筑景观 及酒量工作坊等规划设施高度肯定 并表示今年是花莲的慢精品花莲旅游年 而部落文化产业更是最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花莲是台湾市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年半年和蜂蜜节 欢迎所有南岛语系的我们的族人回到家 回到家来跟我们所有的三个家 再来做交流 再来看看花 蜂蜜香传统市场 109年12月启动修缮现在已经完工启用 不仅整体环境设施全面升级 也设置部落酒量文化推广中心 让蜂蜜香民有更好的摊箱使用空间之外 乡长江丽婷表示 未来也是蜂蜜香行销推广酒量文化 部落产业旅游的平台 却石一栏蜂蜜香报道 主持人每月启动 Charlene 藏小薇天睡得 至少